合佩地区的新住民 范玉兰 两档前他的王室是不允来过往 他自己都要到你来抢拥两名之路 因为他对着月头是真有幸福 所以开始来设这些柴尾经家 跟美容美化的企业 并且在婚姻官新住民 家庭和服务中心的协助之下 参加专案的比赛 得到30万的保证金 在这七月车也是跟他开点的忙上 正有爱心的防御团 若是收费实质 对着月子到65会以上的老大人 他是全部来免费国务 21会就叫来台湾的防御团 目前自己一个人账用两名之路 为了方便照顾之路 幼团一直是要自己开店 但是没有創下资金 以前的新住民 自己让母团中心 赶紧他的出境后 这支副导致 参加服务团 接近基金会的经济 结果幼团第一名成绩 得到30万的保证 实现开店的愿望 考虑我都不考虑 我就报名参加了 如果真的能拿到这笔赚金的话 真的就是开店的梦想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没想到 一参加就是 就一些都很容易这样子 自小孩就很爱卫多的游软 在蔡尾经家开始流行后 他就开始开始这项技艺 比较减着美容美法 原来我从小就是很喜欢画画的东西 就是 所以以前我 还没去学的时候 我就很会画了 很会画画 画图画画画什么都可以 然后我朋友说 以前他说 你会画画 现在 那个 指甲赛会很流行 你都会去学 比较是青菜参加 以前的教团 七月切记 自己开店之后 同样 我们会画画画画的小民众已经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大人 收到人家的帮助 然后今天想说又得到这笔奖金来创业 因为我从以前我就想到说以后我开店我也会这样在家里做公益 因为开店我毕竟比较忙嘛 就没有时间就是常常出去做益检啊 副理官新住民家庭核部丁室议员表示 目前政府和主乡社团 有拯定新住民 推出很多核部作息 有需要协助的新住民 可以顺求帮助 我们新住民家庭 如果说 你在生活中 有一些所谓的 可能 有一些资讯不懂 需要了解那样的相关的资讯 或是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想要寻求协助的时候 这时候都可以怎么样 找云林县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来提供 你必须要的协助 这检发现 辅助管理促进发展基金会 提供这项全案补助 今年是第一次出版 经由技术经济政策 政策有30万的补助金 市值6名有15万 今年分领官有市委身住民 提到这项补助 记者有名为蔡王报道